各位六级考生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门大学 我是汤杰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进入到 14年12月的第三套六级真题 也是我要给大家讲的 最后一套六级真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啊 这一套真题的话呢 listening部分 我们略过去 我们讲主要重点讲这三个部分 writing reading 和translation 首先还是看到writing 那么writing 经过我前两套 这个作文真题的讲解呢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之熟悉 这一次的写作的 一个写作的提醒 以及写作的内容了 那么这一次 我们把它称之为 一个图画议论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套的这个图画议论文 它考察的这个topic 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 这个下面的一幅图啊 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图上 有一句话说 Sorry kid Your resume looks good But you only have a master's degree All the other applicants are PhDs OK 那么其实看到这儿 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 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说你的这个简历啊 看上去非常的好 但是呢 你的学历只有什么 a master's degree 你只是一个硕士生 硕士研究生 但是其他的申请这份工作的人 申请者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PhD 都是啊 博士 OK 那么由此呢 其实我们大概的能够猜出来 他这边要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讨论的是我们去应聘 这个应聘单位看中的 到底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要看中我们的这个学历的这个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利用这个direction部分 来验证一下我们的这个想法 看一下 那么just的这个direction啊 注意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discuss what qualities an employer should look for in job applicants 那么相对于我们前两套的这个真体而言呢 这边改掉的一个词 前面他都是说的weather 对吧 是否应该这样子做 但这边呢 他出现了一个what qualities 说这个雇佣者啊 他应该要在我们的这个应聘者身上去寻求 去寻找哪些特质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被这样子一个what qualities所迷惑 不是说让你要列举出啊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应聘者身上要具备什么特质啊 我们要这个我们一定要比方说我们要自信 我们要真诚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的这道题目我们把它称之为图画议论文 因此你一定是要结合这个图画来给出你的一个论点 对吧 好那么因此我们来转换一下怎么样给出这个论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what qualities改成什么 我们这个面试官他看中的不应该只是我们的学历 那么更加重要的跟学历相对的呢 应该看中的是什么 看中我们的能力啊 从这一点上去把握 然后再给出两点原因或者三点原因说 为什么我们要看中能力啊 不是看中学历 因为学历在某些啊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并非那么的重要的啊 能力才能够说明一个人他内在的很多东西啊 从这方面上面来把握 好那么在看这个论文之前呢 我们还是再次来回顾一下这个图画议论文 那么第一段要描述一下这个图画啊 然后引出这样子一个现象啊 我们应该看中能力而并非是学历 第二段呢 给出你的这个论点 给出啊 他的支撑他的这个原因 并且呢 可以用一些具体的实力来丰富他 第三段做出你的一个总结 OK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一篇文章 Qualities of Job Applicants 好第一段 In a cartoon An employer expresses his pity for a young interviewee with a master's degree 好 这幅图画描述的是什么啊 描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雇佣者对吧 对这样子一个有硕士学位的这个面试者 年轻的面试者表达了他的一个同情 Although the young man has an impressive resume he fails the interview 那么为什么呢 For his competitors are PhDs OK你看一下他没有用Job Applicants 适当的做了一下这个转换 Competitor PhDs The picture proves that nowadays interview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好 那么我们第一段需要对这一个图画啊 它所揭示出来的一个道理 揭示出来的一个现象 做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的概括 那么这句话就是 Nowadays interview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好 那么however 我的观点是什么 however I think that the abilities of job applicants should be put a higher value on 我们更加应该关注到的 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应聘者的 他的本身自身的能力 好 这就是第一段 我们说要简单的描述这个图画 并且引出这个现象 表达出我所站的这个立场是什么 好 第二段 body paragraph 那么 这边 开头有这样子一个总起句 那么很显然 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会举三个原因 三个论句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at 我们看一下 first and foremost 好 这个 连接词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is only a measure of one's 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card should not be placed before the horse 什么意思 说这个 我们的一些学历 我们一些教育背景 只不过是我们 只不过是用它来衡量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的 那么我们不能怎么样 什么叫 cards should not be placed before the horse 这是一句谚语 叫做 这个车不能在马前 也就是说不能本末倒置了 好 这是第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的是我们的 能力 是我们的能力去决定我们的学历 要不是我们的学历来决定我们的能力 好 besides 第二点 in the sole pursuit of high level education many companies are likely to miss some talented people who may job out of school because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第二个他给出的原因说 在我们一心要追求这个高学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许多公司他会怎么样 他会丧失掉一些错过一些非常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对吧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呢 who may job out of school because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这些人可能是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而辍学的 那么由此呢 他举出了两个例子 for example Steve Jobs a real innovator 有创新者 did not finish his college and Bill Gates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the world quit the university too 那么他们这样两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都是辍学的 ok 所以说an individual's talents cannot be only measured by education background 这是第二点原因 那么最后一点原因 finally most companies do not specialize in cutting edge science so some doctors may be a total waste there 这也是我们现实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现象 就是说一些公司他可能并没有专门的 什么叫cutting edge science 就那些高精尖的科技 并没有那么高端的这个 并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这科技人才 所以说这些博士啊 会在那儿就成了一个完全是一个什么 就浪费了他的这个价值所在了 ok 这就是他给出的这个三点原因 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看重我们的能力 而不是看重我们的学历 好 最后做出总结 in conclusion I believe job applicants should not be evaluated only by their diploma 文凭 and their talents and abilities are supposed to be considered more by the recruiters 好 注意一下又出现了这个 没有用这个employer 因为为了避免重复 用了他的一个同一词recruiter 这个词来替换 ok那么这就是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一次 这个图画议论文 好 那么我们马上要在6月份 今年的这个四六期考试要来了 那么在writing部分给大家的建议呢 首先图画议论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 那么大家只要按照我给大家的这个写作的整体的一个框架啊 自己去多练几篇找一下这个感觉啊 并且呢平常自己要积累好一些词汇也好啊 这个短语这个短语结构也好 或者说一些句式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在写作过程当中会经常用到的这些逻辑联系词 一定需要大家去做一个好好的归纳整理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去年的这个整体讲解的过程当中 也跟大家讲过一种非常经常出现的这个四六期的作文题 叫做明言评述题 那么大家不妨呢再去回顾一下我们明言评述题 它的一个整体的写作思路 OK 那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写作部分的内容 感谢观看